好 第八題你把他打心號好不好 第八題 好 看這邊看這邊 第八題打心號 第八題我先講一下喔 第八題我跟妳講一下 這個題目我先做個錯誤示範給妳看 先講錯誤示範 一般來講喔 我大部分題目為什麼要在打心號妳知道嗎 因為我們講過版書 看到四都換成什麼東西 二等二四方對不對 但問題是如果這個題目妳這樣做的話 要出一個結果就變成 一加上二分之一倍的LOG 2x-1 然後等於LOG2x-9 這個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問題 問題是在這個二分之一我擺上去的話 變成了根號 聽懂我的意思嗎 那我沒說這樣算不行 也可以 也是可以算 只是算起來會稍微複雜一點點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做法是這樣做的 怎麼做呢 既然這也是LOG4 我這裡也把改成LOG4 這邊平方這邊也要跟怎麼辦 平方 聽懂我的意思了齁 所以這邊的東西變成了LOG44 這個LOG4是誰 就是那個1 然後呢加上 LOG4x-1 好我不動 這裡呢改成什麼東西 改成LOG4 然後呢x-9的平方 為什麼那個LOG4x-1 因為要是跟原來一樣 是沒有動嗎 因為我的目的就是想要讓底出都變成4啦 所以這個不動 你當然你可以換成像上面這個地方有沒有 像這個一樣 就是把它改成2 這樣也可以 只是說我說你用這個會稍微快一點點 你如果不要這個方法用上面也可以算喔也可以喔 只是結果出現那個x-1的1.2次方會有更好 會比較容易犯錯這樣子 所以我這邊不動 這邊改成LOG44 如果你一樣算這個方法的話 這個1就改成什麼東西 1就改成LOG22 這樣子 會啦齁 好那這邊繼續往下算 相加到有什麼意思 相乘 所以變成了4倍的x-1 LOG4 4倍的x-1 會等於LOG4x-9的2次方 其實我告訴你喔 這個題目的關鍵在於是說 雖然這個寫也是1加 其實我希望是最後都是什麼東西 LOG什麼等於LOG什麼 因為這樣子的話可以消掉 聽懂嗎 所以我解釋一下就是 我把這個1改成這個 跟它合併在一起啦 所以至於你說你要用4啊2啊 其實我覺得這個差不多啦 只這樣算是稍微快一點點而已 好接下來 把它盛開 然後化解 所以變成了4x-4 這個展開結果是 x-0-18x-81 對不對 然後把它通通移過來 所以結果變成了 0等於x平方-22x 然後加上85 對吧 所以用多少 17跟5吧 17跟5 然後復數 所以答案就是 x-17x-5等於0 所以答案多少 x等於17跟5 好兩個答案合對不對 會有個問題 因為這寫是x-9 我們裡面必須要是為正的吧 所以5-9這個地方是負的不合 所以它只能寫17 好 要小心一點 我講過這種題目齁 你不寫的時候啊 你看幾答題 合理合理合理對不對 可是你自己算 算之間就會忽略掉 因為你用看的 你不是自己算的 你自己有自己在這地方 欸其他不知道什麼 5不合 對照一下知道說 那你現在在寫考驗的時候 才知道說 你答案寫完 都要帶進去看說 有沒有符合題目 我們原本的定義就是說 Logab裡面的 A跟B都要大於0 而且那個A不能夠等於E 好 這樣的條件 OK